哈喽大家好,我是青菜 好久不见,大家过得如何呀? 这集故事青菜因为作画工具坏掉了 所以画了两次啊 也是因此拖了那么多时间 还请大家见谅见谅啊 能让青菜反复画两次的故事 铁定不简单 那么本动画故事由 躺着最舒服的阿亮提供 当然也会经过青菜的调整以及改篇哦 那么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我从出生起 身体就非常脆弱 小小年纪就患上了哮喘病 很容易喘不过气 也很容易生病 一旦发烧 就是那种很严重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 也没有任何好转 所以在学校没办法跑 也没办法跳 导致个性非常的内向 也因此没什么交到朋友 从小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但其实也不算孤单 至少还有妈妈的陪伴 但是妈妈的陪伴 有点一言难尽 所以我经常都一个人 看着其他人有说有效的 非常羡慕 一直到国小五年级 我的性格才有慢慢回转的迹象 好 好想要交朋友 好想要一起玩 一起跑 一起跳 你好呀 hun 你在和我说话吗 啊不然呢 我叫木木 我们来做朋友吧 就这样慢慢变得开朗 愿意和人玩 不对不对 应该是说有人愿意和我玩 要说一起玩吗 其实也非也 通常都格格不入 因为他们比较好动 走啊 我们去打篮球 好啊 走啊 那青菜 你也要一起去吗 好啊 哎哟 你别去啦 你这个病鬼 等下没跑到一分钟 你就晕倒了 有一次 他们在体育课时 玩起了做梅肠 想当然的 我没参与 因为身体天生不好 被医生禁止跑跳 于是我跟木木就坐在旁边聊天 而这时 他们玩桌梅场可能玩疯了吧 也不知道谁是有玩的 谁是没有玩的 就推了我 以为是抓到踢屎鬼了 整个人以后脑勺的方式摔在地上 而这个时候 我整个人 无法动弹 而就在这个当下 我看见了另一个椅子那里 有一个小婴儿 他正在努力地爬上椅子 但因为身体太小只 一直爬不上 然后整个人狠狠地摔倒在机上 他忽然朝我看过来 带着满头鲜血地对着我笑 但每一阵子又醒来了 青菜你没事吧 有没有怎样 我没事 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地继续聊天 他们也继续地玩闹 而那次开始 我好像打开了某种东西 时不时地会看见那个小婴儿 他的眼睛大大颗 皮肤是淡红色的 头上还有一团头发 每次出现时都裸着身 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似的 而且我知道 他肯定不是人类 因为妈妈似乎看不到他 而他通常只会在夜晚出没 在我床上蹦蹦跳跳 惹得我无法入睡 他有的时候还会放声大哭 每当这个时候 只能起来哄哄他 你喜欢这个吗 拿去玩 而这时候看着他 感觉好像看到了自己 身体弱小 没朋友 你一定也很孤单吧 真的感觉 像另一个我 莫名地感伤起来 不过 不要怕 今天起 我陪你 就这样 我们玩了一个晚上 而且想当然的 体弱多病的我 熬了一个晚上 隔天就激烈头痛 只要我每动一点点的头 就感觉整个脑好像在震荡 真是的 这个孩子又生病了吗 今天估计没办法上学了 你休息一下 如果明天还不能好 就要去看医生了 好 而妈妈走后 他又出现了 他一开始 还在继续在床上 奔来奔去的 然后看见我 好像很不舒服 慢慢地走过来 感觉 他好像很伤心 只是不知道 他是因为我没有陪他玩 所以伤心 还是因为我生病 所以伤心 他默默地牵着我的手 就这样 一起睡着了 当时觉得非常温馨 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感觉 是朋友 不 是亲人 是陪伴 跟他有了深厚的感情 但隔天又发烧了 而且还头疼 妈妈发现时 立马把我送到医院去 这时候 我迷迷糊糊地跟妈妈说 妈妈 我 我要小baby 我要他陪着我 他 他呢 他在哪里 然后 就睡着了 睡着后 我看见了他 而在这时 我感觉 身体变得很好 充满了活力 不知道怎么得 忽然我们玩起了追逐游戏 人生第一次感到那么有活力 慢慢地 我们跑到一个全白的地方 他抱着我的手 远寒累地说 大天 哈 你说什么 就这样 我起床了 而旁边 是阿姨进去照顾着我 咦 是阿姨啊 哎哟 你终于醒来了呀 都睡了一整天去了 妈妈呢 你的妈妈 叫我来照顾你了 她说 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了 这时候 刚好妈妈回来了 看到她的眼睛 肿得厉害 脸和眼睛 都红红的 应该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哭了吧 奇怪的是 这天过后 再也没看见那个小婴儿 妈妈的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 也变得很健康了 甚至 连叫喘都康复了 妈妈的 过回正康人的健康生活 之后有一天 跟阿姨聊天 她透露说 你当时生病的时候 迷迷糊糊地告诉妈妈 要找小baby的时候 你妈 就很好奇地去庙里 问了问神明 那个神明 她说 你有流产过 对不对 这时 妈妈一言不发地 瞬间喊着泪 说出了 在生青菜的几年前 曾经怀孕了 但在一次车祸过后 孩子 就保不住了 嗯 嗯 这样 感知啊 她的灵魂 一直在你们的身边吗 她一直 都没离开过你们 这时候 妈妈已经忍不住泪崩了 从你二儿子出生 她就一直 连在你的儿子身边 所谓 人鬼殊途 人和鬼 在不同的世道 人属羊 鬼属鹰 就像正负两极一样 互相排斥 所以 不能组合在一起 之所以 你孩子一直 体弱多病 就是 因为这样 这时候 季公又说了 让妈妈完全泪崩的事情 你知道吗 你这个孩子啊 心地非常善良 在她的身上 没有看到一点的怨恨 只是 满满的都是孤单 因为逗留在人间 不知道怎么办 人看不见她 她只能默默陪在你们的身旁 但是 也是因为如此 导致你的孩子体弱多病 所以 现在 要带她去她应该去的地方 也就是这家庙 需要留在那里修行 但是 需要经过 阴神的同意 还有地藏王菩萨的同意 放人修行成果 修行完过后 放人投胎成人 重新来过 她心地很善良 相信 很快就可以 她现在 就在你的身旁 有什么想说的 现在对她说吧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真的不是故意的 妈妈不是故意的 她能不能故意的 就是 后来寄宫要他们去找地藏王菩萨了 而听到这里我的心揪了一下 才回想原来当时他是来跟我道别的 大天啊 故事讲完了 讲真的 这是青菜第一次读投稿者的故事 读到泪崩之前的 都是默默擦掉眼泪继续化 这次化着化着 人类都不知觉地地下 而说到英灵 希望大家不要去恐怖化他 不要让他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也最好去处理一下 在这里再次谢谢投稿者们 相信青菜并且投稿你们的故事给青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